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今天我的宝贝穿到这样子 想象如果他当天穿的是肉色的内衣裤 重点不在内衣裤 重点是内衣裤的里面是什么 他都自己主动说话 让我怀孕吧 好文艺 后来就我觉得这句话 就会要求他称呼我别的东西 快点叫我老公 我听说有个朋友的男生 他很喜欢突然间叫对方女方 就是叫他快点叫我爸爸 我还不能接受这个 因为会有爸爸的画面 就是在做这个的时候 那个女生叫他 他就叫他的女朋友叫他爸爸 爸爸 然后可能那个女生就必须说 爸爸不要爸爸 好奇怪喔 那我跟你讲 他可能开始慢慢要学了 没有这个爸爸这个字也在我脑海很久了 我是不可能说出来 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 就不可能接受这样子的对白 我想问一个 你会不会突然间问他 你跟我比较爽 还是跟你前人比较爽 会 真的假的 会啊 可是不长时候 我也是会 你看他多大反应 你也是会 因为你一定要有他自信 就是你要在对方身上拿回一些信心 对对对 就可能完了之后 可以占有欲 通常是我前认 你最强啊 那刚才他们就有提到说 他们在事后呢 会有一些检讨的哦 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人对这些事情 有什么感应 最不能就是 他喜欢咬我的那个小脚趾 我觉得很噁心耶 教授啦 哈哈哈哈 告诉他什么不错 然后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 基本上 某些东西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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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告诉他们 如果他们不明白 就会有实验的 我们通常玩了过后 都会讨论一下 就去讲 如果你这样子 可是过后 也没有改变 就继续做自己 自己爽就好 我希望她感觉更好 所以我会讲 我不好 部门也是 这样继续学一下 看影片 我们是会讨论 可是没有说 哎天你做的好不好 我好不好 我觉得就是好像 做工呗 不可能的嘛 就是我是觉得要 享受当下 但我们只会说 不如下车我们再来 撕一下 哦 通常我们很会 我们一定是实现洛言 说到做到 对 就是说明天我们要去厨房 试一下 就真的会去厨房 这个太普通了 哦 太普通了 可以做等级 可以自己extremacy去哪里 我们两个吗 我们两个吗 就是有一 就是通常我们 这个可以说吗 我们通常如果对方 因为我们工作性 就很常出口 很热 可能很热 我们就会 开始觉得三四天了 通常男生三四天 你就觉得很满 是时候要来了 是时候要来了 结果我们就出了街场 过了那个收费站 一过了收费站 平一边就开始了 啊 直接开始 越危险 越安全 没有人会注意你停在路边做什么 中途有电单车经过两三次 可是我的车经其实是 买了一下 太北大 对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过 我突然间想起 她说她很喜欢闻 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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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是真的 你手抬起来给我秀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有些人 你的表情 我的一位女生朋友 她跟我分享过 一兴奋的时候呢 她身体 她的胸部跟她的格拉底 就会排出异味 哦 哦 有些人 脚蚊 有些人就会排测 就觉得身体有异味 对于表现呢 如果不满意的话 会怎么样 譬如说就是好像说 有时候我们会好像换模式 可能今天比较粗狂的 会伤吧 现在是 吸水长流 然后就是 很痛 不要这样 对 我们之前有无聊到就是 就是载车 塞车嘛 没有事情做 诶 就会讲说 她就问我 我声音是怎样的 你学吗 我想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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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样的 真的 我没有变你 然后 真的 就是 这样 你红楼过一红脑的 对 所以你是Rocker 还是要 你红楼过一红酒杯 但是 难怪你说你还蛮喜欢 And Jane那个很粗犷的 可是最近我们喜欢温柔 温柔的 可是我觉得很丰富 因为今天我上了很宝贵的一个 就证明你有一点狐漏寡味 不是 原来是看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我听过的是太狂的时候 双方隔天真的会 那个脚的肌肉会痛 会 会 会痛 这个我不是催大的 被一位大姐姐骗的时候 就我从 晨晚到过了半夜的天亮 几乎有八九次 然后呢走路的时候是OK的 但一开车的时候 我脚是踩不到油门 真的会 就是没有什么知觉 真的 可是我最想问一个题外话 就是像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这么久了 然后你们就是 在做完做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会开始使用一些道具吗 会吗 这个又爆料那时候 我们去台湾旅行 然后我们就去那个酒分 然后酒分 其实是蜜亚叫我买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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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还要点进去 大家像蜜亚的样子 然后在看的样子 就是那时候有了 然后我们就 就走走走 就说有情绪店 然后我们进去看 然后那个人就介绍我们一个 其实它那个是可以让女性就是说 我们有节奏 才有节奏 就是你可以用你的手机 链接那个Bluetooth 我有看过 可能就是你跟你男朋友 眼尘都可以 都可以 控制的 我突然间觉得 我是小朋友 而且 这个东西 其实有女性是拿来 就是可以给资工运动 所以它也是一般情趣 可是也是可以 就是比较健康 对 可是男生这样子操控 男生会有感觉吗 你有看 Marvel那些的戏 就好像你可以操控它 比较Android的是 女生的那个控制 跟看她的表情 看她的表情 非常感谢 对贝贝还有Keyo 还有李熙淮 看她的故事分享 我真的非常欣赏她们 因为我觉得真的完全没有那个包袱 为什么我们都不是偶像 不是偶像 也可能会有一些包袱 但是我觉得她们就非常坦荡荡的 去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一些 是很多情侣之间 可能会去做的事情 但是透过我们今天的节目 让大家去更了解更多 很多时候其实这些东西 是很生活化的东西 詹诺有提到说 买的东西是可以活 运动你的子宫 对 像我之前都从来没有听过 所以我觉得走 是不是 记得给我测她 她要买一套 可以 好了 这是ABC 欢还有Keyo 希望我们今天的场地赞助 Party Room 谢谢 请不吝点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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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助